有一年海灯节前夕,船队在归航时遭遇了风暴,紧赶慢赶才在入夜时分回到了黎月岗,那时候海灯早就散了,我却在孤云阁的方向看到了空中悬着一个少年模样的仙人,想必就如传闻一样,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,也有人在守护这个黎月岗吧。 我确实是恶鬼,我是斩杀妖物,魔杖的护法夜叉,萧姆。 他一直与人间保持距离,应该说是性格使然吧?毕竟,与他旅行同一份契约的同伴,都已经不在了。 他们的声音,常常在我的耳边出现,咆哮,咆哭,似含着杀戮。 这是,某人吗? 我可以吗? 这次是,某人 我可以吗? 我可以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守护黎月的仙人 暗中镇守人类的世界 为不知情的法人斩妖除魔 不论是你还是黎月 所有的灯火 所有祈求平安的愿望 我都已经听到了 如玉诗道旷野之难 路遭贼人之难 水火刀兵之难 鬼神药毒之难 恶兽毒虫之难 冤家恶兽之难 遍乎我命 三眼无险仙人 萧 听赵 前来守护